2020年1月14日 微软停止了对Win7的支持 2023年1月10日 微软对Win7的付费扩展支持也正式结束 这时Win7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时至今日 仍有很多行业软件需要依靠Win7来运行 所以今天莫老师就来教你 在新平台上安装Win7 那在安装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 为啥新平台装不了Win7了 这是因为从微软停止支持Win7开始 硬件厂商就不提供官方的Win7驱动的 789代英特尔CPU 尚能靠魔改支撑一下 从时代酷睿开始 均无法在Win7下驱动核显 要装Win7需要搭配独立显卡 另外由于主板没有NVMe和USB3.0驱动 Win7一旦装在NVMe固态里 是完全没法启动的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概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直接找大脑整合好驱动的Win7镜像 安装即可使用 另一种就是安装微软原版Win7 然后手动注入驱动的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详细来到这第二种方法 当然整合好驱动的Win7镜像 我也会放在视频简介 了解完后 接下来是注入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台搭载了 7、8、9、10、11、12、13代 酷睿处理器的电脑 7、8、9代有魔改的核显驱动 10代之后没有核显驱动 需要配合支持Win7的独立显卡使用 一个PE 这里莫要是使用的是FIREPE 一个原版64位Win7镜像 以及用于注入的7、8、9代 酷睿核显驱动 来自SMX DIY论坛 小风大了 华硕驱动注入工具 在开始安装之前 请将硬盘文件进行备份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赞 快去看看吧 接下来是第一步 设置BIOS 开机启动 进入BIOS 找到安全启动选项 将它关闭 之后找到CSM 坚入模式选项 将它开启 有的主板没有CSM选项 可能会无法在温气下使用独显 另外 如果你是SATA固态 还需要将SATA模式改为HCI 对于采用大小和异部架构的12代13代酷睿 还需要在BIOS中关闭小核 最后在启动选项中 把引导方式改为UEFI引导 之后按F10保存退出 第二步 注意USB和NVMe驱动 找到你的原版温气ISO镜像 双击将它拐载到虚拟光区 安装并打开华硕驱动注入工具 中间选择从Windows 7操作系统光盘 至ISO文件 点击下一步 同意协议 下一步 默议机选好虚拟光区里的系统 下一步选择一个位置用于输出镜像 这把下边的兼容模式和NVMe修复程序勾散 点击下一步 等到这一条跑完 驱动便成功注入镜 温气系统镜像了 由于主板型号众多 此方法不一定能适用于你的主板 如果注入不成功 可以到这个页面 找找你的主板对应的驱动 地址同样放在视频简介里 事实上 WAN发布的适用于Win7的USB3.0 和NVMe驱动都已经很老了 所以如果不支持你的主板 安装不了 其实也挺正常的 第三步 安装系统 从U盘启动进入FireP 之后打开Disk Genius 左侧选择你的硬盘 上方磁盘里检查一下分区表格式 如果是MBR的 要先转化成GUID 点击主张角保存 确定 之后选择上方形结分区 把建立ESP和MSR分区勾上 确定 确定 再次保存一下 连按两个式 磁盘就准备好了 关闭Disk Genius 抓角 开始拆单里找到VNT并打开 上方选择刚注入过驱动的温气镜像 下方选择需要安装系统的盘 选择您可以选择温气旗舰版 点击右下角安装 盘出了框框点确定 等待进入条跑完 如果您是独显机器 那么直接重启 应该就能进入温气的初始化界面了 如果是789代和显 我们还需要进行第四步 注入魔改版核显驱动 关闭VNT 打开DISM++ 三方选择当前安装的系统 中间打开绘画 左侧选择驱动管理 右下角添加驱动 找到魔改核显驱动文件夹 选择它 DISM++就开始安装驱动了 原来军里好不好玩 我们在驱动列表里 应该就能看到核显驱动了 从硬盘重启电脑 就能初始化温气 逼进入桌面了 那么到这里 整个在英特尔新平台安装温气的教程 便结束了 接下来我会对一些问题进行补充说明 除了使用DISM++ 手动注入核显驱动 我们也可以在PE环境下 使用驱动总裁来注入核显驱动 另外i219网卡的温气驱动 也可以使用此方法解决 折腾了这么久 其实如果你不是非得必须用温气 新平台上 我还是强烈建议你使用温10和温11的 特别是使用大小后的12代13代酷水处理器 用温11的优化会更好一些 至于AMD平台 下次一定 嗯 那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